心灵回收站爱的港湾 母鸡非要现金 一吃好午饭 我就带了些日常用品 和小女儿陆陆亲自去送钱 婆婆平时吃的 喝的穿的用的等等 基本都是我和老公买好送上门 两千是她要的生活费 其实平时她也基本用不上 我们就图给她一个安心 她说两千就两千 就当是给她的零花钱 婆婆一向把钱看得紧 我们也从没少她这两千块 但是最近老公的公司不景气 女儿那个还有点名气的 早交培训班 是我托人才挤进去的 第二天不交其费用 就得让出名额 我把日用品放好在墙角后 见婆婆站在两包打包袋旁 似笑非笑地逗着露露玩 就小心翼翼地向她求助 妈 我给露露报了一个名师早交班 需要两万 我一时手头没那么多钱 还差两千 最迟明天交 能先用你这笔钱周转一下吗 我指着手里要给婆婆的两千生活费 婆婆翻了我一个白眼 什么早交 什么破培训班 那么贵 你每天闲在家里 自己交不好吗 就知道瞎折腾 你以为我儿子赚钱不辛苦啊 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每个月才给两千 还想打我这点养老钱的主意 我想身边 婆婆的谩骂 却先一步钻进了我的耳朵 你把钱藏着干啥 又想去补你娘家的窟窿 给你妈那个病秧子 我儿子 怎么栽栽了 你这么个不生蛋的 听到这儿我终于忍无可忍 够了 我咆哮着直接掐断了婆婆的话 我不知道自己抱着女儿 是怎么离开婆婆家的 婆婆的嘴脸还真是善变 当初在我爸妈面前 她一直像个笑面佛 现在住着我爸妈的房子 却不念我妈的好 我妈这才生了个病 就变成了她嘴里的病秧子 至于我 她的嘴也变得忒恶毒了一点 由福星变成了不生蛋的 就为了两千块钱 至于吗 当初 可是她儿子何君死缠烂打 我才动了心 我和何君 是大学同学 何君父亲早逝 母亲一个人拉扯着 她和妹妹长大 家境不佳 但何君帅气 我父亲开了家 大型的丝绸砖卖店 母亲是家庭主妇 我从小被父母当公主一样宠着 衣食无忧 对钱财看得很淡 何君是同学中穿得最寒酸的 最初 我正眼儿都没往她身上扫一眼 但何君却每天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她寒酸的衣服并未掩藏住她的俊朗 在何君堂衣炮弹的轮番围攻中 我很快就沦陷了 眼里再没了其他追求者的空位 最初因何君的家境 我妈曾拿断绝母女关系的话 威胁过我 后来 接触的次数多了 我妈见何君长的精神 嘴甜又勤快就慢慢同意了 一毕业 我和何君就顺理成章地谈婚论嫁 我父母不想为难何君妈 没要彩礼 反倒全款 为我们的小家提供了一套婚房 因为我妈身体不太好 我月子里都是婆婆照顾的 他们说只要我被婆婆和老公足够重视 就一定不会吃苦 头两年 婆婆和老公也确实宠着我 对我和父母也总是笑脸相迎 什么都先紧着满足我 但是支持着支持着 婆婆就把我父母当成了提款机 大致房款 小致家具家电 甚至连小姑子的嫁妆 婆婆也以我的名义 让我父母出了一半的钱 照我婆婆开玩笑的说法 反正你父母就你一个女儿 早晚不全都得给你 晚给不如早给 钱还能花在刀热上呢 婆婆的棉里藏针 我没看出 但在生了小女儿后 婆婆脸上逐渐增厚的岩霜 那可是一目了然的 婆婆对抱个孙子 有着稳如泰山的执念 我投胎生了女儿后 单侧书暖管堵塞 在中医西医的各种调理和治疗下 一年多后 我怀上了二胎 还是生了个女儿 被孕第三胎时 另一侧书暖管也变得状况不佳 医生说 在怀孕的几率不大 从此 婆婆对我的脸色 就变得更加阴晴不定了 她时不时在我们耳边念叨 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孙子抱抱啊 不能对不起祖宗啊 不能对不起早失的老公啊 不能让她合家在儿子这儿断了根啊 我也想给老公留个根啊 但遭了二查苦的我 可不想在每天泡在药堆里 继继续遭那个罪 关键是还不一定有用啊 更何况 家里就老公一个人挣钱 经济条件每况日下 公共去世早 婆婆本就没啥积蓄 老公和小姑子结婚 基本掏空了婆婆的棺材板 三个大人家两个小孩 就指望着我和老公 我和老公本就已经感觉 肩上的担子有点重 若再养个三胎 无疑雪上加霜 我们总不能为了一个儿子 把一家五口人全搭进去吧 对于婆婆的催生 鉴于经济条件和我的身体原因 我和老公都面上应着 但私下里却采取了措施 一直不见我肚子隆起 婆婆的脸色也就越来越难看 说话家枪带棒 也慢慢地变成了常态 婆婆闹她的 反正我出了月子后 她宁可独居 也不愿再帮我带两个女儿 老公担心婆婆一个人回老家 没人照应 我爸妈知道后 就收回了一套出租的房子 请婆婆住了进去 每个月 其实我们也见不到几次面 所以我也就一直忍着 可是那天那事 也就两千块钱 又不是两万 二十万 不借也就算了 她犯得着那么大洞干火 多多逼人吗 老公常年奔波在外 东奔西跑 若不是看在老公的面子上 我真想跟婆婆大干一场 可是后院起火 最伤身伤神的 不还是我老公吗 哎 只要老公对我和女儿还好就行 我经常这样暗暗地宽慰自己 可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那天 我离开婆婆家 在回家的路上 收到了老公的短信 说要回家吃晚饭 晚餐快凉透的时候 老公终于到了家 他看起来很疲惫 对我的问候爱理不理的 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 老公公司的生意都不太好 收入锐减 心情不好也正常 我知道 在那个关口 开口就要钱 智商不在线 但夫妻之间 哪有那么多讲究 而且 女儿这个事 第二天就得解决 老公 再给我两千块钱 热脸贴冷屁股之后 我一边把热好的菜 往桌上端 一边对坐在餐桌边 盯着手机的老公说 钱 钱 钱 一天到晚就知道要钱 老公满嘴不耐烦 扔下的手机 把碗里的汤都碰了出来 脸黑得跟锅底有得一拼 在餐厅惨白的灯光下 有点瘆人 女儿 我后面的话还没说 就被老公不耐烦地打断 女儿 女儿 就知道女儿 连我妈那点养老钱 都想节留 亏你做得出 要钱呢 没有 要么不报 要么自己想办法 老公的咆哮声 如五雷炸裂在我的头顶 婆婆应该是恶人先告状了 可是那种话 老公居然也会信 我委屈得无言以对 婆婆和老公都让我自己想办法 那时 我只隐约觉得 他们一个是想逼我向三胎投降 一个是因为生意难做 希望我又把手伸向娘家 可是 因为疫情 我爸投资失败 不仅要赔钱 还欠下银行 一大笔贷款 我爸偷偷把家里投资的两套房和丝绸店都抵押了 才勉强筹够了赔款 银行贷款何时能还上 还是一个未知数 只终归包不住火 上周被我妈发现了 她一急 突发心脏病进了医院 结果 雪上加霜 又支出了一大笔医疗费 她这才刚出院 哪里还有钱资助我们 而且我妈住院期间 我和老公何君去探病 何君话里话外地说 现在生意真难做 一不小心 公司就要倒闭 我妈多精明的人 听出了何君的意思 除了收下 我和何君探病买的一点水果 愣是不让我们资助一分医疗费 说自己会想办法筹钱 不会拖累我们 我哪还好意思再找她要 我这边还在纠结 到底是跟何君闹翻要钱 还是死皮赖脸 找亲妈要的时候 何君那边的几条短信 却直接重重地 给了我当头几棒 把我彻底敲醒了 我气鼓鼓地吃完晚饭 洗完碗筷 到女儿房间一看 只有姐姐在陪着妹妹玩 老公好不容易才回家一趟 也不陪陪女儿 我有点失望 因为她平时忙 陪女儿的时间 本来就屈指可数 以至女儿们都不太亲近她了 姐妹俩玩得很开心 我却很苦闷 生了小女儿后 不知到底怎么了 对我不仅婆婆的脸色越变越暗 老公的态度也越来越冷 现在连一向宠我的妈 从大病以后 也明显变得斤斤计较了 但一想到上午试听时 一进藻礁中心 女儿就两眼放光 跟在老师屁股后面 唱唱跳跳 玩玩 下课了也不肯回家的开心劲 我咬咬牙 掏出手机 走到了客厅 我准备厚着脸皮 再次求助我妈 先解燃眉之急 我实在舍不得 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啊 大不了再等半年 小女儿去上幼儿园托班后 我自己去挣了还 叮铃 随着响声 身边茶几上 老公手机里 跳出的一条短信 打断了我的纠结 军 我找人查过了 叮铃 叮铃 我还在发猛 又看到了两条 是儿子 咱们的儿子 瞬间 世界一片漆黑 我一把抓起 和军的手机 高高地举到了空中 在想砸下去的那一刻 我瞬间清醒了 我掏出自己的手机 拍了照 把未来前夫的手机 小心地放回了原位 卫生间里 饭前还在咆哮的和军 那时竟然小声地 哼起了曲儿 我却似乎嗅到了 死亡的气息 那时的我 却冷静地出奇 接下来怎么办 我得先自己捋一捋 为了不让和军怀疑 我走回女儿房间 强装镇静 给他们讲起了故事 和军的歌声 从卫生间 一直哼到了客厅 不久 歌声突然就停了 和军推开 女儿房间的门 焦急的脸色中 还残留着 掩饰不住的喜色 他说 有个伤单急需处理 然后匆匆出了门 我思虑再三 把那天 从早到晚的各种遭遇 和要离婚的决定 都告诉了我爸妈 我妈的反应却出乎我的意料 离 我妈在电话里坚决地说 没有一丁点劝和的意思 就两千 她竟然一个子都不肯给 自己混账还不够 现在连自己的亲闺女 都不管了 还留着这样的渣干什么 我妈比我还愤怒 然后她发给了我几张照片 第二天 很晚何君才回来 我把一纸离婚协议 甩在了她的面前 我要求她净身出户 何君说 你疯了 而且 凭什么 要离婚 财产也是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 她关心的 只是财产的划分 而不是婚姻的挽救 一丝都没有 心冷透了 我便毫不客气地对了回去 房子 是我爸妈给我的婚前财产 我生娃离之后 家里吃喝拉撒 主要靠我爸妈补贴 你挣的那点钱 不是给了你妈 就是给了你妹 你给过家里多少生活费 结婚后 你的收入是夫妻共同财产 我是不是应该找他们要回一半 我这儿 确实还有一张快到期的存单 但那是我妈给我养女儿 连名字都还是我妈的 在这个家里 现在连女儿两千块的学费都拿不出 你还有什么可分的 女儿 你和你妈都不喜欢 儿子 你在外面已经有了现成的 你自己看 我懒得跟她拐弯抹角 连珠炮搬的回击后 直接把几张照片转发给了她 随着照片的更换 何君的脸色由红变青 算你狠 看完最后一张 他心虚地蹦完这几个字 就没了声音 客厅里一片死寂 不知是过了几秒钟 还是几分钟后 何君抓起离婚协议书 转身摔上门 走了 那么决绝 我的心碎成了一地的渣 第二天一早 我们就去婚姻登记机关 申请了离婚登记 何君净身出户 两个女儿归我 何君走了 再没回过家 连她的东西都是婆婆帮她收拾好后 她找搬运工直接送到了那个女人的家 简直就是无缝衔接 那么干脆利落 也许她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吧 婆婆来整理何君的东西时 难得地说了几句软话 她戚戚爱爱地向我道歉 说自己的儿子对不起我 对不起两个女儿 但她离去时 走向接送车的脚步 却明显越来越轻快 申请离婚的当晚 我不想留在那个伤透我心的地方 就带着两个女儿回了娘家 我妈一改那段时间的包公脸 满脸的热情和耐心 我爸接过女儿就带到小区去溜弯了 我呜呜盈盈地向我妈哭诉 我一心为这个小家和大家 体谅前夫的苦和泪 体谅婆婆独自养大一儿一女的不容易 我包容她们的小心思 小缺点 她们为什么就一点不把我当回事 我一直真心把她们全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来对待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有时候 连你们二老都会被我压榨一下 诚心去帮她们 但最后 我竟然活成了她们眼中的拖累 我妈耐心地听着我的哭诉 时不时拍拍我的肩 没有责怪我 反倒责备起了她自己 她说 事事难料 人心难测 谁又能一眼看得透 都怪她自己 当初没坚持帮我拔好官 就看中了何君一副好皮囊 嘴甜 人情快 没想到 却是一只胃不熟的白眼狼 聊着聊着 我想起了何君母子与那个女人的照片 我问妈 到底是怎么来的 她说 上次去医院看老毛病 没想到 却看到婆婆和何君 正陪着一个女人到妇产科产检 当时她还以为是我小姑子 正要上去打招呼 却发现是一个陌生 女人 等他们出来时 躲在角落里的我妈 差点被自己听到的话 气得吐血 你小心点 别伤着我孙子 妈 你说啥呢 现在还不知是男是女呢 没事 没事 怀上了就有希望 反正我儿子养你们母子没问题 这母子俩竟然在外面偷偷养野女人 也孙子 我妈那时才明白 大半年来 她补贴我家用的钱 为什么经常不够 原来何君的钱 都用在了别的女人身上 我妈赶紧拍下了证据 气得住进了医院 她知道我对何君死心塌地 就算我知道了真相 何君如果赌咒发誓 再加些甜言蜜语 我多半会为了女儿 而缴械投降 为了让我早日彻底看清 婆婆和老公的嘴脸 为了不用我与婆婆和老公 直接撕逼 我妈还在病床上 就给我婆婆打了电话 我妈义愤填膺地 向我婆婆控诉我爸 说她投资失败后 把家底都偷偷地折腾光了 气得她进了医院 又说我居家没收入 和君生一本就不好 不想拖累她 所以需要婆婆 在一周内把房子腾出来 去抵押贷款后 才够支付医疗费 我这才明白 那天我去送生活费时 为什么我婆婆在打包 为时她不仅骂了我 还连带骂了我妈 为什么我找老公要钱时 她的态度会变得那么恶劣 原来不仅因为再也没有油水可捞了 还有可能的为我父母巨额的贷款 和债务而倒贴 我妈继续给我分析 娘嫁成了脱累 小三的肚子又给了我婆婆和老公希望 他们迟早会翻脸 但是就算是和君有错在先 我若想离婚 也绝对不简单 按照我婆婆的心机和那个爱才劲 即便她不喜欢孙女 但她知道我喜欢 我爸妈喜欢 所以只要我爸妈的家底还在 她就一定会在孙女身上打主意 要么我娘嫁给她们一笔钱 我把两个女儿都带走 要么留下一个女儿 成为她们的摇钱树 就如当初的我是她们的摇钱树一样 所以我妈被前夫母子气地进了医院后 才引而不发 谎称是被我爸投资失败气的 因为我爸留下的那个大窟窿虚补 所以我妈又借虚报的住院费 趁机收回了给婆婆住的房子 我妈被气的住院确实是真的 但病情却完全没她给我们说的那么严重 反正我爸会掩护好一切 为了逼真 她把我也蒙在了鼓里 以至于我之前也信以为真了 我娘家所有的家底儿 都在我妈的嘴里被掏空了 前夫母子的真实嘴脸如我妈预料的一样 很快就在我面前暴露无遗 只是我妈没想到会来得那么快 听着老妈的分析 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姜还是老的辣 一个月后过了离婚冷静期 我顺利地拿到了离婚证 其实至今我还感到后怕 若没有我妈的助阵 只凭我一时一气 我的婚哪能离得那么顺利和彻底 如果前夫母子俩 真无耻到 以两个女儿中的一个位要挟 我哪怕做牛做马 也会乖乖地把钱送上 我打死也不愿意自己的女儿被人轻视 甚至将来被后妈虐待 后来 我偶然碰到了小姑子 可能念在 我曾帮衬了她不少嫁妆吧 她对我还算客气 她说 何君生在福中不知福 结果被那女人骗了 原来 那女人生了孩子后 发现何君其实就是个空架子 说何君骗她 吵着要离婚 何君说 只要儿子跟着自己就行 女人说 儿子根本就不是她的 何君不信 就去做了亲子鉴定 爱是假的 儿子也是假的 何君一怒之下 打了那个女人 但下手中了些 结果离了婚 人也进了橘子 小姑子家房子小 前婆婆离开了那个女人的家 没地儿去 只能回了老家 看着小姑子缓缓离去的背影 我的心隐隐作痛 但是更多的是庆幸 我庆幸自己 有一个拎得轻的亲妈 让我彻底地摆脱了 垃圾婚姻的泥闹 为母则刚 有亲妈的示范 我坚信自己 也终会成为两个女儿 兼顾的护甲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